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往往在男人眼里 家庭却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 家务、孩子都是女人分类的事情 女人不应该抱怨 不应该有脾气 所以很多婚姻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争吵之后 出现了裂痕 结果就剩下了离婚 也就是这样 很多男人在离婚之后才意识到 原来照顾好一个家庭居然这么累 故事的主人公小丽和丈夫结婚之初 生活得很幸福 但是当初的爱情在历经七年的风雨之后 关系开始变得唯妙唯消 可是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丈夫就开始早出晚归 每次都是说要应酬 男人之间的工作很辛苦需要体谅 而小丽却是很体谅她的辛苦 没有什么怨言 可是当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 她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甚至变本加厉 更是早出晚归 甚至还会在外过夜 小丽希望她能够多留一些时间 来陪自己和孩子 可是丈夫总是以事业为借口 不体会她的难处 终于到了结婚纪念日 这是他们结婚的第七个纪念日 不出意外 丈夫又忘了 小丽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抱怨 开始锁了丈夫 不该忘记这个日子 女人总是能够举一反三 当她说出你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 而我又做了什么 丈夫醉醺醺的回答 我每天这么辛苦的赚钱给你们 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家打拼 这些不够吗 小丽说 这就是你认为的婚姻吗 女人想要的就是这些吗 你到底懂不懂女人 懂不懂我 丈夫说 不然你还想我怎么样 我供你吃穿 让你整天在家休息 不用出去忙碌 让你有钱逛街 有几个男人可以做到 你还嫌不够吗 小丽痛心的说 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从来没有在意我的付出 你总是觉得自己忙着事业 就是在照顾这个家 可是带孩子的辛苦 照顾你妈的不义 你全当理所当然 你想过没有 她不满地说 难道我没有付出吗 没照顾你 给你钱花 抚养孩子的钱 不都是我给的吗 你抱怨啥 一场暴风雨之后 看似恢复了平静的家庭 实在是孕育着 另一场暴风雨 小丽和丈夫结婚以前 一直努力照顾好家庭 但是仍然得不到婆婆的认可 婆婆更是认为小丽 不应该抱怨丈夫的工作 所以即使自己的儿子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她认为是小丽的不对 对她也开始慢慢地冷淡了 终于小丽离婚了 没有任何的条件 不想要小孩 也不想要钱 只是想要离开这个 让自己伤心 浪费自己青春的男人 这个故事 只想告诉那些忙碌的男人们 早点回家吧 女人和孩子要的 不仅仅是你提供的金钱 还要你提供爱 爱家庭 珍惜现有的家庭 保护好家庭 才是男人最大的职责